之前给大家做过蟹爪兰的开箱 很多话我非常喜欢 不过现在咱们也有了 再来给大家叨叨一下蟹爪兰的一个养护 很多话说老花姨 我说蟹爪兰为什么掉花包 蟹爪兰掉花包这个事 你怎么理解呢 就跟人一样 比方说有一百个人同时怀了命 他肯定有一两个 身体不舒服 这了那了的 动了胎气 或者是有意外的小惨 那不也一个道理 对吧 你人你把植物当成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好简单 很简单 那么蟹爪兰呢 其实跟蟹爪兰跟长寿花差不多 他是喜欢那种短日照 不喜欢长日照 很多的花友呢 都是强光给他猛晒 晒的呢 哎呀干不拉沙的光留着一根筋 然后长得很长还变红了 有的花友说 哎呀老花姨你看我 这个蟹爪兰怎么养成这德行呢 之前也跟花友们说过 蟹爪兰的根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强大 而且它下面这些呢 它是固定的 它固定的就是这些了 它不会说是下面 或者是像其他的一样 它会分珠的长出来 它上面呢是会越长越多 你看一个变成两 两个变成四个 四个变成八个 这种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这样时间长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像什么呢 像啃老竹 它就把直接原来的羊 它不管那些呀 有的花友说 老花姨我这个都抱筋了 好瘦好长啊 不开花 我的天哪 没把这个老母体给吸死 就是好事了 你还想让它开花呢 控制长度 说到这呢 大家要盖着控制长度 你像这种上面长得比较丰满的这些个 像这种叶片的话 这个可能还不算很丰满 像这种你只要掰下来 稍微晾干一下伤口 基本上扔到盆里边 它就是一个新的羊肉 所以这花耳梅呢 别让它太长了 好吧 这种带着花呢 到家以后掉花包 这个就掉两个 掉两个吧 这很正常 好吧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 另外呢 它也可以去实现自由的嫁接 浇水这一块 您就是 它是多肉不甲 有的话说 它不是很耐汗吗 但是你别给它特别的干汗了 缺了也给它浇上水 干了也得浇 不光您的掉包 我们也会掉两包 因为来回搬动的原因 它就总会掉 像运输过程当中 已经掰死了 就掉了 这个你不要太过纠结 现在呢 一般它是开花不断的 正常来说 它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这是多肉的一个通品 像多肉系列的 小根多肉粘点边的 它们都有一个通品 就是夏季高温的时候 会长得比较慢 会短暂的那种休眠 很多时候在这个时候呢 觉得哇 我这个长得不好 我赶紧试肥吧 赶紧换土吧 本来人家是好好的 结果你给人家送走了 所以说呢 要盖它这个事 夏季高温的时候呢 放到稍微凉快点的地方 避免一下强光的暴晒 让它狗眼残喘一下 耐寒能力就很一般了 别冬天的时候 放室外过冬了 像咱们北方的话 尽量的玩盆栽 盆栽的话 在屋里边基本上都冻不死 别的没啥 用肥料的话呢 推荐一个叫什么 叫奥绿A2吧 推荐这个 它是给多肉用的 有话说 不管开花这样的那种 它开花消耗不了 特别多的养分 奥绿A2里面的零含量 足够了 好吗 别的没啥 用土的话呢 就是沙土啊 煤沙啊 松钉土啊 泥坑土啊 淘炭土啊 泥炭土啊 都可以 对土质的要求不高 就是害怕积水烂根 尽量的不要用那种 排水吐气很差的 土和盆 好吗 别的没啥了 喜欢的醋饱可以 有了有了 已经来了 这是老花1 老花最赞1 不错 就点个赞 拜拜